农梁兽医局今年头四个月 接到了1400起有关野鸽的投诉个案 是过去五年同期最高 黄埔祖物区近来受到了鸽患困扰 当局已经对一些喂食野鸽的居民 采取了执法行动 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70多岁的未鸽人一出现 上百只野生鸽子就蜂拥而上 尽管黄埔通道第82座祖物旁 四处都有告示 明确告诉不许喂鸽子 但这名男子遭开罚后 仍每天风雨不改继续喂鸽子 农梁局授询时证实 他是其中一名被取缔的喂鸽人 当局表示自今年1月以来 已接获时期有关黄埔通道一带 喂鸽子投诉 并对一些喂食野鸽的居民 发出警告信或罚单 根据法令 喂食野鸽可被罚款最高500元 罚款我100块了 这为什么你还要继续呢 这个是我的治療 好像exercise这样 浪漫局表示 会同相关单位合作 加强公共教育 当局说 野鸽一旦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 就会大量繁殖 鸽子的粪便也可能传染病菌 此外 喂鸽剩下来的残渣也会引来老鼠和蟑螂等 引发卫生隐患 農林局的数据显示 去年共接到3400起有关鸽子的投诉个案 比前年高出超过30% 数据也显示 投诉个案过去5年来呈逐年上升趋势 今年截至4月已达到1400起 比起2014年同期 增幅将近两倍 过去两年多来 已有530人遭取缔 其中是3人数重犯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相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